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是拿盖伦 这几天盖伦这登场的确实慢慢多了起来 盖伦在这反面有回调嘛 盖伦这英雄本身打鳄鱼就不难打 对 TT这几手确实是有后期兜底的点 前排也很扎实 需要一个前中期巴黎的英雄 但他们硬比中期的话其实没那么平滑 就看维鲁斯泽利要不要一起搬 我觉得是一起搬吧 因为现在我出了伊泽瑞尔 外面射手又限制高的 你又没出 那我为何不搬呢 PT 要不然再办一个硬斧 曙光 看要不要限制一下 曙光牛头 落 三选一 最后选到了牛头 Virus 飞机 Virus 飞机 感觉就这两个 拍这两个 现在版本下路就没有什么 搬喊兵 搬喊兵 这应该有情报的呀 这个是应该有情报的 监处人马 这个也是被我们 所忽略的一个点啊 其实在板子上 佛耶克 莉莉亚被搬的情况下 人马的年纪就很高了 人马也确实能够串联起 TT这个阵容前中期所缺乏的地方 那这样Nova 这把反手进行到底 对吧 双C拉扯 然后呢 辅助打反手 这是Nova的一个策略 那要不加里 要加位吧 加了 加位 还要补一个选手 还现在打野还有青钢影打野啊 我最后还搞了一套体系出来 青钢影打野你在面对人马 有个最致命能刷野的问题 是 就是青钢影大家聊这个体系 我们很熟悉了 但是青钢影 呃 在古早版本打野是ok的 现在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被我们诟病的一个点 刷野速度太慢了 嗯 虽然当时 星斗和SKY在FUN CLASS的时候 他们玩过几次青钢影 哦呦 最后 再次选择了得来文 已经打对线了 啊 可以 哎 这把是挺有看点的 就都选了一些偏绝活的点吧 因为星斗期的青钢影 当时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呃 等一下不换吗 SMY的盖伦 唯心的换了 换了呀 其实这个肯定还是会换的 而且TT 引以为傲打下面去的对线 我觉得也是打最好的地方 对 没想到两边BO3的第一把 都是选择了自己 看家本领的东西 是 是他们一直在赛场上赖以生存的手段 也是他们熟悉的思路 对 TT的BP选择 依旧是需要选手 把个人的操作 发挥到极致的一套选择 而NOVA 侧重点更加明显 他们的团战打起来 都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直接 是的 NOVA叫阵容的一个节奏点 还是在于青钢影 她的一个变速 青钢影领先人吧的地方 就在于她 三级或者 三级 然后呢 五级 这几波阶段 她都能够做到上 就是人吧所不具备的 以及就是她跟 速度的联动 这把我们打出来 对 金刚影家里面这个体系太诚实了 我们也太熟悉了 嗯 而且还很符合新走对面选手的相性 对 就拿这种前面跟对面干走 她是喜欢这种偏打节奏的打野选手 通过打野拿到解决的优势 不设给队友 我印象当中有几次星斗 就是打野自己崩了差不多两千块钱 但立马就用自己强行的干可能力 去把队伍的经济给打回来了 但她自己游戏结束还落后两千 是 上来想抢草 但是维星被打了一套 接近半血 这把新斗子选的石头人开 下半血往上 这样的话 两边都是从下半血往上刷的话 对于NOVA来说 自己的对线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不过好在是一个EZ加加里奥 对线换血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咬到打一套 强攻鳄鱼打不灭的盖伦 主要被抢二了 诶 闪潮 闪现潮跑 套徐洛要打到底了 诶 现杀了 哇 闪现一个秘术射击 噪呦 主要是亚米开得真好啊 他是正义高峰后 闪现接的多朗护盾潮跑 哇 太帅了 这不太果断了 亚米本赛季的状态非常好 尤其是他第一天的奥恩啊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亮眼的明场面 是的 然后下路你限杀一次特莱文 你那不一样了呀 对 这对线就很难受了 因为特莱文 是我们定义里面 他需要通过对线拿优势去滚雪球的英雄 确实 对面操作更好了 没想到没想到 但是周周也在来的路上 小白得理不饶人 摇队友来入侵你的上半局 青斗期不会再上了 这个眼睛是看到周周的心动的 但他想保这个篮 真的不好保 没保住 感觉小杨这一波 有点影响青斗自己的节奏了 我觉得小张他是想的 我怒气好 过来要拼和线 但是被人马大招起手 空了一套 还好自己身上有闪现 说个变态了 这波人马空大了 这波被穿梭大躲了 穿梭斩躲了 大乱斗没用出来的 我BO3用 这波人马没恐惧到 确实还挺尴尬的 然后搞得和线被抢了 本来以为星斗这儿是很难走的 这个是星斗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他看到敌方的经验 可能会倒入之后 他应该是想好了闪现去抢那个和线 不然他其实都太伤了 没省戒了 人马那个位置省戒交了 现在卡萨丁有点想来 下半区找找机会了 他是没有被视野所发现的 看到了德莱文 怎么说要不要打招起手呢 YAMI被嘲讽到 咱就集火这个SMY吧 伤害欠了一点点 伤害欠了一点 又是加利奥的嘲讽起手 只要这把星斗的野区是有点难守的 但你看TT的反应很快 你中路不在 我推一波线 我靠中野的优势去找下你的野区位置 TT这一点做的还挺好 中路的线权加上打野的刷野速度 是 这两点的领先 让NOVA的中野前面玩得挺难受 他们不浪费每一波线权 对 我有线的优势之后 我会去做一些中野的联动 或者是我去做一些游走 换线了 也要准备先锋的一波交火 先锋还有一分多钟 早换早有收益 早换能早退一波线 整体的经济 NOVA小领先 这个领先应该也是来自于下路的一个击杀 主要是下路 嗯 赤裂冲锋 撞起来 但打不到底 现在确实 有了沙蝎之后 你能让沙蝎 就是你换线 会让这个沙蝎的用法 会有更多的延伸 没错 你拿那种强线权的下路击合 你把沙蝎召唤出来 更好的点塔了 消耗一下 SMY玩得挺难受的 赶紧回来吃个果子 又被精神弹部给刮到 但是小白在后面绑 其实这波如果NOVA上头的话 有可能会出事 杀肯定是不会去杀的 因为还要留技能等到先锋嘛 比赛推进到五分钟马上 要看第一轮的资源设计了 鳄鱼开大想反打 横冲上去直撞 这个血量没有咬也留不住 换一下技能 现在小张是没大的 鳄鱼得把线给推过去 避免让维新去参加上面的团战 嘲讽想过来挡 但没有挡住 羊再撞过来 命中的是个压秘 星斗就在旁边看着 你要动手我就来留了 留的就是SMY 这波SKY进场的时间不对啊 这波SKY进场的时间是挺危险的 因为队友都没技能了 他再进是很危险的 看一下先锋还有一点血 但星斗期的状态有点差 真想抢吗 来了 抢到了星斗 这都能抢 两个人头的代价应该是要付出的 一个 赚了 这真能接受了 这真能接受了 但总体来说还是两个 因为SKY在上路也死了 但我觉得好消息就是 你拿青刚影打野你的体系 你控到先锋是很好的 因为你先锋是能够帮青刚影 直接补回经济的 对 而且是在你前期 经济有劣势的情况下 挥了一大口血 对 这把两边前期的交换还挺多的 Cell控制抵消 躲开了 车里冲锋 要召唤先锋吗 2800的血量 控制抵消了 正义冲拳 但是SMA的血量有点低 还好 队友在旁边 星斗期危险 大招 我开了 德莱文的大招 大招 大招 我开了 德莱文的大招 还有果子 回头战术红草 进口头再提两个 新斗期操作了 上头了 这波TT下路双子 上头了 阳来阳往 撞一个残血 止渴吧 只能说 但是也只是苦中作乐的止渴 维心好想展出他的大招 但 骚扰没有给机会 我看到德莱文提了两把斧头 主要他冷血追命的大招 被金刚尹的大躲掉了 对 而且后续他应该是吃完果子之后 勾锁战术横扫 扫到两个人又回了一口 果子加战术横扫 让星斗没有死 给他锁住了 这样德莱文 很好的一波滚雪球的机会也浪费掉了 而且德莱文这个英雄啊 我们常说他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你前击发育好 雪球滚起来 伤害很高 然后他在这个阵容里面太容易死了 对 他的脸伤太容易死了 团战能力是我们一直去诟病的一个点 他这把赶紧附魔想不死就只能金身了 没错 只有金身才能够限制青钢引的大招 现在TT想来针对一下上路 被打一套 回去要打点控制抵消 队友在身边 Nova倒是没有办法上去追到底 TT还先拿到了一塔 一套 回去要打点控制抵消 队友在身边 Nova倒是没有办法上去追到底 TT还先拿到了一塔 一斜塔 中路对线对线的好 导致那个先锋没有推掉那个一斜塔 很好 这两队的节奏啊真是你一波我一波 你方唱吧我登场 直到现在 经济咬得很死很死 这把打团还是得看 对于TT来说得看 因为小白是队位领先领先蛮多的 而且他打团的作用已经是比较大的 他作为一个人马打这样的团战 在肉搏战的情况下 人马打发挥的空间非常大 是 TT这把打团中野斧吧 三个点 是 加利奥也做了狂图 两边辅助都有狂图了 现在 对于他们来说 龙还有一段时间啊 已经是来到了游戏的中期 游戏的中期往往是看青钢瘾这样的英雄 能不能抓到机会 而TT该怎样做防守 EZ的魔踪也点好了 星斗把视野扫一下 但TD下路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不能在塔下呆着 没错 他嗅到了危机 大招选择了青线 没问题 很稳 两边中路也在打麻将 有闪淹 Een刀 发现得到导刀了 伤害够不够 周周有雪石 odpowied 做围兴实在旁边 他回却加塞 围兴实ning 刮默 能逛一旦 你 знаешь 他应该能稍死维心 但小白这个地方有点利于不败之地了 SNY也来到了这么一套战场 小白想要先解决SKY 但SKY又是又一个大脑走掉了 被减速了 他有点难走 啊 还在这个碍口这里坐拉扯 没错 这个虚空行走 就是等你上来的一瞬间我再拉脱 卡萨丁的机动性 亚密也来了 再给一个大招 嘲碰嘲碰上了吸血鬼 上来能跟吧 所有又是一发平安 拿到了吸血鬼的人走 中路塔也倒了 顺势推掉了外塔 德莱文来的有点晚 太灵活了主要是 NOVA这个阵容 转线太灵活了 而且就是鳄鱼这个英雄 为什么在前面的比赛一直在被扳 你选出来就代表着 中期某一个半球的绝对强势 是 主要是强攻鳄鱼那一套 那咬下来那一套 那个伤害在中期真吓人 你咬完之后那个人就没有作战力了 你看这把小张 好像第一波都是有点给机会的那种 但是他还是能够把握住自己有破败的这一波 现在 TT中塔掉了之后呢是有点难玩的 而且战龙坑的视野压力有点大 中下的一塔都已经掉了 是 整体看起来 GT的阵容手还有点短 是 琴检能力有点差 嗯 没错 人马两件套加一个实样轨 看这么想看人吗 都在这地方做拉扯 SMOY凤山一席已经用过了 直接选择 战术同堂扫 第一波还算可能要被机会秒掉了 实样轨这般人甲就看了一个性命伤 人马翻手给他大的效果不错 羊能叫出来吗 让这个血量掉出来了 后续德莱文的输出位置不错 但伤害够不够啊 伤害就差一点点啊 而且再往前追 EZ还能拉扯 先打龙 青钢瓶回家 补补自己的血量 龙可以不要 我看能不能打起这么团呢 SKY进场 但是直接被融化 而且后续克宇只能够溜 EZ再刮一个大招 奥尔已经死了 青钢瓶终于来到了正面的战场 看能留几个人 最后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走 我们要被点死了 最后一下 EZ已经暴走了 三技能上去 还要找参举的德莱文 战术很早 补上伤害 双下到手 所有这把伊泽瑞尔 是把峡谷当做了自己的舞台 炸干了最后一滴蓝 还是要往前点 对他是魔忠EZ啊 打到没蓝了 真是炸干了最后一点蓝 赶紧给他一个蓝buff回一下吧 兄弟 EC OK 真OK 你这耳机还能听到他们沟通啊 我都能听到 我就是在他们语音里面 两边的都能听到感觉 这个视野亏 他不知道星斗期在这 交闪躲了 战术横扫 但是青钢引还有大 远处还有个精准弹幕 好难受啊 但是盖伦帮肉 S快也来了 叫羊 羊撞起了星斗期 在星斗期下一个攻速应该快好了 沉默给到星斗的人头 如果给出去的话就不太好说了 而且是给到了吸血鬼的身上 这感觉中期找人没问题 没必要找个盖伦啊 盖伦太肉了 现在卡萨丁也在边路偷发育哦 而且你要看一下 TT这支战略的纪律性啊 他们虽然中外塔缺失 但他们的大龙视野 做的是一点不差 盖过来 能找到德莱文 德莱文这里直接会被吊掉 啊 这一波失误了 起身大招 想走 加料给他要跑 跑得住吗 两段虚空步行 拉脱了 哎呦 这波 应该又是一个误触的操作了 把自己闪现和机身全部给摁了 我记得第一天SKY好像也是 二级就直接把闪现给摁了 有一波 就感觉比赛 太久没打了 还在找这个状态 但是现在对于TT来说 调点 还要 提防着能把动大龙的肯定 带这个小爱和小星奥恩的羊哦 呃 没什么机会 嗯 后续的控制链跟不上了 人马也没大 对 现在主要是 就是我们前面说德子这个英雄在这把比赛里面太难活了 其次还有就是他这把比赛得想办法把重上把那个穿甲给穿出来 板也砍不动 砍不动啊 真砍不动 这把你说一个青钢影都够他受的了 这还有个卡萨丁 这再不及鳄鱼闪现咬丁他也行 嗯 南虎 所有 全场经济最高 刀瓦的双飞啊位列第一第二 紧接其后的是 踢踢的打野选手跟射手位置 哎呦 哎呦 这个EC 哇 503的KDA三件套的依泽瑞啊 这本真的是 梦想中EC该有的操作 就各种跳脸打 而是吧 他是真的挺难死的 对吧 他现在有精神 有三技能 而且对面其实真不好动到他 没有特别稳定的点控 现在接着多多时间吧 对于TT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是这把比赛龙控的还挺多的 是 对吧 两条小龙在手 小龙的压力相反是NOAH会比较大一点 嗯 那好在这把比赛又是个冰龙 嗯 这个效果没有特别好 优先级没那么高 要是个什么土龙什么的我觉得还行 土龙水龙什么的 火龙也还行 火龙那相当行啦 就除了冰龙之外都行 感觉这把结束比赛可能还是要等大龙甚至远古龙 呃 现在的话经纪小领先啊 排了一下龙库附近的视野 啊 想贾龙争团吗 冰尼来打一波 S8很稳 你不许战阳 一下距离 卡莎丁过来打一套小白 而且证明又开到了一个德莱文 德莱文都会就很危险 赶紧再来做 加疗机飞行两个人再讨讽住两个人 小张的怒气不错 摇一摇到了 新有一个上个之板架要反打 德莱文远处给大 但是致命伤依旧不够 两边还要做顶级拉扯一个人没有死 那这样的话小龙刷新了 要等一下后续的黄图回血 正面过来 展现要找卡萨丁 大钢斩下来卡萨丁没秒了 卡萨丁一倒 那么还要接吗 这个4打5 谁会想咬 他没有咬到 但是压力超过超过的所有人 这边还要拉扯 有一个精神 周周再进场 要保一贼 要保一贼 只能保一贼 精准弹幕刮的不错 打藏了德莱文 哇 但龙已经是拱手向让 你敢想踢踢这能打成这样 打得太好了 闪现一顶也没有顶到 额也很集中 反应的很快 维新啊 维新在最关键的时候 看到了交完大招 没有闪现的卡萨丁 直接闪现留住 现在直接动大龙 打龙的速度还不错 现在轻刚眼的状态 不是一个满状态 龙的血量看一下 4000多 看到了 正面要过来强行试一下 这场龙吗 要打团了 而且德莱文 血量太低了 所有 所有直接闪现往前 有加量的一个大招 而且队友全部过来跑 盖路肯定先被秒掉了 卡萨丁也到了 是一波反打的机会 TT要身为往后笑一笑 但可能要支持也亏 周周站一下 小张先回头拉扯一下 哎 该 还好你是个卡萨丁了 有大招能走 两边 打的是真胶着呀 17分钟 现在真不好说谁会赢 再一个精准弹幕 隔墙打断了 SMI的回程 这把他们的经济 应该就没有拉超过3000以上 差不多 中期应该有一段时间 NOVA领先了比较多 但就那么一会会 对对 就那么一会会 然后 然后一到中期转线发育的时候 又慢慢追回来了 因为下路青鸭 你掉点了那一波 也是帮助团队 帮助TT去 争取了更多的发育时间吧 现在 得来文 先附魔也有了中亚 两队的中当 装备也都起来了 其实 对 现在感觉 本场比赛打伤害的接力棒啊 已经从AD交给了中路 是 七血鬼和卡萨丁 都要承担整个团队内 打AOE的能力 我与阳壮三只 但是后续能留得住人吗 好像有点难留 小张就在侧面虎视眈眈 而且我觉得现在 DD打得很稳一个点是 他们在没有卡萨丁 睡的情况下 不太会主动把团开到 对 而且现在卡萨丁不在正面 EZ的伤害有点不太够 打前排伤害 真有点不太够 维新有意识地要去找卡萨丁 但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 又想过来再做消耗 呃 看到了小白 但小白有个双双花很肉啊 真胶着呀 但是 18分钟啊 东华这个外牌 没推掉是一个点 叫羊了 羊的是谁 羊的是两个前排 加料直接给上一个大招 拿他坐下来 开支锋很足够 S5下来很低 他都没有起来 没有做到力了 而且EZ 先收下了奥尔甲人头 小张闪前进去留人 小张还没有死 被德莱文一刀给牵死了 塔大兵要收割这个残局了吗 全是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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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文没有作战能力的 NOAH选择球尾要回头打圆古龙了 召唤水晶 呃 等一下 这波已经有人在打了 这波已经有人在打了 打圆古龙是最稳的 我这波为什么要在塔下开啊 这波在塔下开 而且你在这种中路这种大道上开是没有就很难去留到对面的后排 就是我们刚说完这个中外他可能是滴滴比较头疼的一个点 结果头疼就体现出来了 就要开了 就要开了 门就体现出来了 就要开了 就我觉得开前排就是没问题 但 伤害还都都挺差的 伤害都差了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看到了卡萨丁第一时间不在正面 然后SNY直接较大开到两个前排 人马更大大两个 卡萨丁第一人进场虽然被限制了 但是后续有一局这有大招 这大龙也要放 一波团的势力导致了双龙都由NOVA空下 现在对于TT来说是一波防守了 双龙会 但我们今天其实在这场比较早的时间就有说到 TT的倾限能力是比较差的 而且在SNY做出了大隐魔刀之后 吸血鬼对他的威胁也越来越小 没错 这把TT能不能够防守得住这一波 现在兵线的压力还是很大 不过好在不是三条线同时都有压力 但NOVA将一三一的分推 TT防守端 依旧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嗯 远兔 远兔 听着丹麦刮一下但效果一般 你这会要避战 还有二十多秒的一个远古龙的时间怎么说 NOVA想直接结束 他要先推高地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想要一波开了 他打得很好 伤害够不够 感觉伤害欠了一点点 周周被打传先交血池往后撤 金刚引大招落下来 配合队友 但是自己先倒了 远古龙的斩杀EZ已经超神了 但是后续还是一个四打四的杀阵往前 两刀砍死了 快要都死 将会加了出来 而且后续还能再追 哇 快要都死了 得来文 但是小兵小兵 524滴血能处理掉吗 还好 哇 无限到最后 盖 最后 他是一个大招上来 二技能直接把基地给点掉了 是 其实在七百多滴血的时候 TT就一直到要回防了 他们没有是追这个残血的鳄鱼 对 我谁能想到 这把比赛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TT顶着远古龙打了一波团战的胜利 但最后比赛的结束方式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是的